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继续给大家讲解日本系列恐怖电影RCH的诅咒第三部 没看过前两部的可以查看涛哥的主页观看 由于电影由多个故事组成,篇幅比较长 涛哥依旧分成上下两集来解说 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 故事开始,男主是一个聚会爱好者 经常会把一些有趣的聚会视频照片发到网上 这天几个男男女女相约来到男主的家里举行聚会 大家喝酒聊天开开心心的 只有一个穿白衣戴眼镜的妹子一直沉默不语 男主凑过去问眼镜妹为什么不和大家一块玩 眼镜妹说他觉得这个屋子里有些灵异的感觉 说完眼镜妹表示这个地方自己没办法待下去 打算先走了 大家只是觉得这个眼镜妹是个怪人 并没有理会,继续喝酒聊天 第二天,参加聚会的一个男生和男主说道 昨晚的聚会一张照片出现了奇怪的人影 男主一看果然如此 于是就去检查相机 然后发现所有的照片都有一个人影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比较害怕 但男主却一下来了兴趣 男主觉得灵异照片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可以大大的提高点击量 于是男主把拍到的灵异照片发到了网上 果然吸引了大家的跟帖 看着这么多人回复,男主很开心 当天的晚上,男主正在洗澡 然后发现洗发水没了 回头正准备去拿 结果看到了一个女鬼的身影 但一转眼又消失不见了 男主虽然是被吓了一跳 但他还是把刚才的精力发到了网上 然后又得到了大量的回复 男主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于是回来继续洗澡 这时男主想试一试网上招鬼的方法灵不灵 结果真的有灵异事件发生 旁边的东西不停地朝男主这个方向扔了过来 画面一转 这天参加聚会的卷发妹来找男主 男主不在家 卷发妹就走到窗户边上抽烟 这时男主刚好回家 忽然卷发妹就从楼上掉了下来 男主赶紧把卷发妹送到了医院 然后在医院看到了眼镜妹 两人聊起了这些天的灵异事件 当眼镜妹看了男主的电脑聊天记录后 告诉男主他离死不远了 原来这里当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黄衣女鬼就是在这里被杀死的 而且凶手也在这个公寓里自杀 此时黄衣女鬼再次出现 黄衣女鬼蹊跷流血 张着血盆大口朝着两人扑了过来 故事到此结束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 故事开始 四个人是灵异事件的发烧友 这天他们来到了一座废弃的酒店进行探险 在探险的过程中 帽子男在走廊里发现了一枚戒指 然后帽子男就把戒指送给了直发妹 这时众人发现相机出现了问题 不过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于是众人继续探险 忽然窗户上的玻璃摔到了地上 同时还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吓得四人赶紧跑了回去 这次事件虽然诡异 但并没有阻止四人继续探险 这次四个人来到了黑衣男的老家 黑衣男的爷爷带他们走进了自家的大宅子 在安顿下来以后 四个人决定先到处看一看 刚准备要离开房间的时候 女主突然转身走向了壁橱 想看看里面有什么 这个时候爷爷出现阻止了女主 并且说了些人偶会保护你们之类奇怪的话 当天的晚上 女主正在洗澡时 一个黑衣突然出现 女主以为是朋友 但对方却不如说话 然后黑衣就渐渐的消失了 女主回去质问朋友们是不是偷看她洗澡 但大家都说不是自己 这不是废话吗 换做是任何人也不会承认的呀 接着大家决定去吃饭 女主磨磨蹭蹭的走在了最后 这时朋友让女主帮他们拿毯子 女主嫌麻烦不想上二楼去拿 决定在身后的壁橱找一找 在打开壁橱后 女主看到了一个盒子 上面贴了符咒 女主拍下照片 然后发到论坛上 询问这个符咒是什么 不过女主却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答案 一个说这是祈祷顺利生孩子的祈祷文 还有一个就比较恐怖了 说这是让恶灵退散的符文 接着女主吃完晚饭后去上厕所 结果在厕所又看到了一个人影 吓得女主不敢乱动 但人影也没有靠近 而是向旁边退影 晚上睡觉 女主又见到了这个奇怪的人影 在天亮后 受了惊吓的女主叫来了帽子男查看壁橱 随后帽子男打开了盒子 然后看到了一个人偶 尽管人偶看起来有些诡异 但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随后两人决定看看这些天所拍的内容 结果里面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只有他们自己 但是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是谁拍着他们呢 两人赶紧回放视频 结果画面里出现了一个长发人影 这下大家都不淡定了 吵着要赶紧离开这里 正准备上车时 直发妹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 大家一看直发妹的手指头 齐刷刷的断掉了 女主这时在窗户里又看到了人影 吓得晕了过去 醒来后直发妹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家里只剩下了黑衣男和女主 女主十分怀疑是屋子里的人偶在作怪 于是和黑衣男商量后 决定将这个人偶烧掉 正在他们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 医院传来了消息 直发妹死掉了 这时女主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直发妹的死也许和人偶无关 而是和那天在酒店捡到的戒指有关 原来这个人偶真像爷爷说的那样 是用来保护他们的 现在人偶被烧掉了 直发妹也因为戒指的诅咒死掉了 故事到此结束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明天继续给大家讲解剩余的三个小故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